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特朗普会面已建立互信 但却被特朗普团队以洛根法案拒绝 然而石炮帽所谋求的对等美国战略 试图通过让日本自卫队驻扎美国关岛 以突破战后体制的束缚 却难逃理想与现实的矛盾 与此同时 日美却在被马里亚纳群岛的天宁岛 悄然推进联合训练场的建设计划 在APEC峰会期间 中日领导人举行会晤 释放出深化务师合作的积极信号 中方实行与日本游客的30天免签政策 有分析认为 特朗普会为中日关系转好 带来新契机 日本前首相秋山游记夫日前发声 想要稳定的中日关系 日本必须封存中国威胁论 但日美爆出日美正在商讨 应对台海紧急状况的部署计划 其中包括美国在日本的西南诸岛 和菲律宾部署导弹部队 紧张气氛下 石炮帽与美国总统麦登 韩国总统尹熙悦三边会谈 共推阵营对立步步为营 日本防卫省进一步确认 美国太空军将于下月首次 在日本驻扎 强化区域威慑 同时韩国海军编队 与日本开展双边海上联合训练 日本防卫大臣登上 韩国两栖攻击舰马洛岛号 美日韩安全合作 正向深度捆绑迈迈进 或将使东北亚的安全形势 更加波轨云厥 特朗普时代 日美同盟关系 能否经受处挑战 这两个新人见面 一切可能性都是存在的 特朗普不会像 对安倍那样待见石破帽 日本认为 这个日美同盟是不对等的 美国也认为 这个日美同盟是不对等 石破帽敢于提出这个主张 其实他也是有一种幻觉 他到美国驻军 无论某种程度 是一种阿Q的精神 美国放太大的权力之后 他也要考虑到 日本对他的反过来的 将来的威胁 一回戏来美K 石破帽遭打脸 特朗普时代 诸日关系能否破局 一回戏谈 好 大家谈 好 电器 隔离之后 欢迎收看德力电器 独家冠门的一回戏谈 日本想要在美国驻军 可能吗 日本想要在美国面前 要求跟英国一样的 政治待遇 可能吗 现在日本想要跟英国 两个强强联手 向美国递出关税的硬战铁 你觉得可能吗 我刚刚所说的 是不是都是石破帽 政府的异想天开 还是为了因应特朗普 2.0来到 他不得不破局 想出的因应之道 当然我们更关键的是 石破帽上台之后 特朗普来临之后 终日之间 会迎来很大的破局吗 一开始 石破帽就迎来一个 非常难堪的镜头 他想要跟特朗普 在特朗普还没有上任之前 就见面有样学样 向他的安倍前辈来学习 但是特朗普不跟他见面 这样的结果 小青兄 你想到了吗 没想到 没想到 在你意料之外 浩玉想到了吗 我在我预料之中 在你意料之中 魏东呢 有没有想到 我没想到 两个没想到 前后有想到吗 我根本没想 你根本没想 为什么没想呢 当然作为石破帽 他非常想在第一时间 见特朗普 可是特朗普呢 我认为他 不会像对安倍那样 待见石破帽 所以我认为这事呢 不在我考虑反省之内 不在你考虑反省之内 但是小青兄 你也是资深的外交官 你却认为这件事情 你想不到 是 为什么 我认为 就是刚好他们两个都是 一个是新总统 一个是新首相 这两个新人见面 一切可能性都是存在的 对 特别是在政权交替的时候 那么他们作为同盟国 这建议应该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我想问的是浩宇 他是刻意给他打脸的吗 也不是针对石破帽本人的 我认为他此举 更多的是 他对于石破帽本人 并没有一个特殊的印象 这跟安倍有截然不同 因为安倍可以说 是一个强势的领导人 现在石破帽在日本国内 其实是一个落实的领导人 而且石破帽个人的风格 个人的这种形象 其实都不是很突出 所以特朗普对日本 对于现在的石破帽 其实没有一个印象 但是等一下 关键的所在是 特朗普之前 您别忘了 他曾经跟阿根廷的总统见过面 为什么这个时候 却跟石破帽说不 是不是就是针对他呢 我们马上要跳到台北现场 您在换位置所看到 是前国民党立法委员 战略学者林玉芳 玉芳兄 我想问一个关键的所在 除了特朗普 没有跟石破帽见面 况且搬出了 所谓的罗根法案之外 他在接各国领导人 道贺电话的时候 最短的似乎就是 石破帽短短五分钟 这个细节说明什么 玉芳兄请说 我想石破帽说的一些话 川普应该也听到过 比如石破帽认为 要检讨美军 在日本的 这样一个地位的问题 那还有一件事 当然就是说 美国人 他们就有他们的优越感 那安格陆萨克逊民主的 那种优越感 是非常明显的 特别是川普这样一个人 他是注意的是单边主义 不是多边主义的人 所以你们 不是你们每一个外国的总统 想来给我见面 我就要搭理你们了 我想他有他的那种骄傲存在 好 这是预方各人解读 我要回到江永兄 江永兄 我相信你非常清楚 八年前 安倍他在特朗普 还没有救人之前 他飞过去说服了特朗普 强化美日同盟 共同围堵中国 现在很显然 石破帽有样学药 但是事实上没办法复制安倍 跟特朗普的私人关系了 对 你讲得非常正确 第一 特朗普曾经说过 安倍是特朗普最要好的 他认为是最伟大的引导者 那么他也知道 在日本政局的变化当中 实际上 石破帽是和安倍晋三 应该说是政敌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在此前我也注意到了 像安倍他的同盟者 就是麻省太郎 在岸田文雄首相 访问美国的时候 见的是拜登 回来以后 那么麻省太郎就访美 见的是特朗普 这条线仍然存在 日本国内的政治斗争 和日美关系 以及和特朗普 对石破帽的态度 完全是预料之中 同时我也想指出一点 就是特朗普在 担任总统的四年和后任 不能叫后任总统了 就是竞选总统的四年 其实日本也一直 没离开他的视线 但是日本这次 在押宝方面押错了 押错了 押错了 所以他们在这次 要见特朗普 像咱们医护老师说的 有样学样 要打样是吧 同时他们也有焦虑 有焦虑 所以据我看到就说 要找到石破帽 和特朗普的共同点 过去是高尔夫 现在是什么呢 现在说石破帽 也是信基督教新教的 这一点和特朗普完全一致 这就反映了个 非常具体的东西 聚焦了一种 想方设法的 找到共同点的一种焦虑 这种想方设法 找到共同点的焦虑 背后 那么日本的民众 又怎么来看待呢 马上我们要跳到日本现场 在画面上你所看到的 跟我们连接的嘉宾 就是日本国立新奇大学 现代社会文化研究院 副教授张云 张云你好 从这一次石破帽被打脸之后 我发现日本的媒体 好像炸成了锅 他们有哪些回应 请说 对于特朗普2.0来讲 最重要的是美国优先 换句话说是国内优先 所以他是以这个标准 去衡量他建与不建 那么在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他跟石破帽建 他的意义在哪里 虽然说日本认为 这个日美同盟是不对等的 美国也认为这个日美同盟是不对等的 双方对于这个不对等的含义的理解 是不一样的 日本认为他应该更加有自主性 比如说在防卫自卫队能够到美国去训练等等等等 那么美国在特朗普看来 这个不对等性就是 日本为这个同盟负担的这个钱是过少的 另外一个就是在特朗普看来 他对日本的这个关税 也是要增加10%到20%的这个关税的 所以对于他来讲的话 如何能够在通过这样的首脑会谈 得到实际利益 向选民去宣传他的这个政绩 这个是他主要的 刚刚日本的嘉宾张宏也特别填到了这一点 石破帽他一直强调说 这个日美安保条件对日本来讲是不公平的 要强调到平等 希望在美国境内长期驻扎自卫队 日本的前防卫大臣小野寺 公开说这是第一次日本就日美地位协定 提出反向的要求 这个反向要求说明了什么呢 曹卫东请说 从日本来讲啊 就是二战以后呢 这个日本的防卫呢 是依靠美国 那么现在呢 日本更倾向于就是自主防卫 那在这个变化的过程中 石破帽的这个提法呢 应该说继续地往前推进 因为不但我不需要你美国的保护 我还可以在一定的时候 对你美国进行支援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就有两难了 就是美国到底对日本放不放权 就是一方面你要放权 日本当然可以给你为了做的更多 但是美国放太大的权力之后 他也要考虑到日本 对他的反过来的将来的威胁 对 大家可能吗 这个部分可能吗 浩宇 我们看到 现在日本大幅报道说 两国政府正在计划在美国 北马利亚那群岛的天泥岛建设 共同使用的训练场 其实这件事情 我想他们敢在拜登政府下台前 把这件事情想要敲定下来 落实 对对对 这以便特朗普上台之后 很难做出一个翻盘 那么当然这个 我想石破帽敢于提出这个主张 其实他也是有一种幻觉 这是拜登政府给他的 因为拜登政府四年内 日美同盟得到了一个 前所未有的提升 那么日方也觉得 美国对他的借重 对他的倚靠在上升 可以美国现在推动印太战略 主要针对中国的 那么认为日本是一个 最重要的 最有力的一个帮手 那么这一点 我想特朗普上台之后 会发生一个根本性的变化 刚才提到特朗普 对于日美同盟对等 怎么看的问题 我想现在不是怎么看的问题 而在于对于特朗普来说 日本并不是一个特殊的盟友 只是众多盟友中 普通的议员 所以这一点 我想对于日本未来来说 对于石破帽政府来说 是极回要命的 也是他现在焦虑的一个根源所在 我认为日本人其实心里是很矛盾 他们一方面觉得 他们变成好像美国的 一个次要的伙伴 大家没有立在一个公平点上 因为美军在全世界驻军最多 就是在日本 所以日本多少有一点 被美国 这个不是说占领 但是必须要驱从美国 所以日本就是个战败国 战败这么久了 依然是一个被当作一个战败国来处理 那提到说那我也要到美国驻军 我认为某种程度是一种IQ的精神 你知道 美国是不需要你这样做的 它也不想要让你这样做 我认为美国是绝对不会答应了 这日本的想法 有时候是非常非常奇怪的 它能不能在别的国家驻军 我倒认为是有可能的 但是这不意味着就是 只是单独对美国 或者是在美国长期驻军 也不意味着修改人民安全条约 为什么 因为在安倍执政以来 日本已经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和包括澳大利亚 英国 甚至其他一些国家 他们都签订了部队的 访问的这种协定 根据这个协定 双方是可以互派军事力量 而且据说有一千人左右 是不需要签证的免签 可以随时进驻 也可以驻册 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 它到美国也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把它就上升到一个 好像通过这件事情 人民两国就完全平等了 也有点夸大其词 与其说石波茂提出的 在美国驻军 不如说是日本的统治集团提出来 他来试水这件事情 因为确实是正像咱们浩宇说的 他是在这个美国的政权 要出来没出来之前提醒来 朝地之计 我压一把 因为修宪在日本 已经变朝野都大势所趋的感觉了 是吧 所以在美国驻军这个事 寻求和美国对等的事 是和日本追求更大的外交独立性 防卫独立性紧密联系 从石破这次来 再次当选来看 其实他也知道 这个日美的这个安保条约 日美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怎么一方面 往修宪的方向发展 应该保持这个关系 确实也是令石破茂 毕竟他在日美关系这里边 他老想寻求一种更高的地位 但是这是不可能的 美国是主子 他是这个仆人的地位 改不了 所以他没法改变日美的这关系 日本对中国 还是有非常大的需求 其实他在中美之间 已经开始重新找平衡了 中日关系经济层面 将迎接新的考验 《一虎西谈》争论更精彩 欢迎回到《一虎西谈》的现场 全世界都在 引引特朗普2.0的来到 而日本是怎么样的引引呢 根据最新消息 日英政府计划 新设外交经济的官员参加 所谓经济版的2加2会议 这个部分所谓的经济版2加2会议 在日本过去只有跟美国 有所谓的2加2 但现在跟英国也要准备 强强联手 为什么这个时候推出 这样的所谓经济版的2加2 马上跳到带东京现场 您在画面上所看到的是 亚洲周刊东京之局长毛峰 毛峰你怎么解读 请说 那么谈到经济2加2 那么实际上就是在 外交安保的2加2的基础上面 来新增加所谓的经济安保的2加2 所以从这个上面来看 那么对于中日关系的挑战 应该说是比较严重的 那么从整个一个经济的形势来看 我们也可以看到中日经济 现在的发展也并不是十分乐观 22年23年那个中日的经贸的 货物的进出口都出现了下降 日本的企业对华的投资 也出现了减缓的趋向 那么日本在中国的商会 他们做的调查 也就是一半以上的在中国的日资企业 也没有继续投资中国的愿望 所以在这些背景 或者说这些资料面前 我们应该看到中日关系 除了在军事安保层面 备受考验以外 经济层面同样也将迎接新的考验 好 新的考验 新的挑战 但是是不是也有新的破局 新的契机在这 我们很看到在APEC峰会期间 中日领导人会见 所以小敬当你看到了这个时刻 中日领导人双方讲说 再次确认战略互惠关系的时刻 你觉得接下来最重要的是什么 这个战略互惠 不仅涉及我们中国的利益 也是对日本的利益重大 我们要看到在中日政治关系 特别不好的这几年 还是实现了RCEP 这是美国不希望看到的 就是我们地区的经济合作 那是实质性的 那么这次在11月5号 吃破首相来 还强调了中日四个政治文件 这他都也释放了一种善意 这个善意不是他的感情所在 而是看到了日本 这些年和中国 在经济政治合作方面 日本对中国 还是有非常大的需求 但是相对的日方媒体 会没有不同的解读 我先跳到张云现场 张云我看到相关报道 说经历了安倍晋三到安田文雄 这几年相对冷淡之后 从这次实破帽 跟中方的领导人见面 看得出来 似乎彼此有重新回难 他们认为是积极的现象吗 日本总体来讲的话 应该说是对于这次会谈 评价还是正面居多 但是与此同时 也提到了中日之间 还存在着很多 悬而未决的问题 而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 当然也就包括了 所谓的中国军机进入领空 还有福岛核电站的污染水处理 等等等等 究竟中日关系能不能够走向一个 真正的改善的 还是存在着一些担忧 这些报道也是比较多的 其实对日方来说 它的潜台词在于 其实它在中美之间 已经开始重新找平衡了 那么过去几年我们看到 日本对美一边倒的政策取向 表现得非常明显 不仅仅是以美制华 实际上也是帮助美国在恶华 那么实际上我们看到 现在随着特朗普卷土重来 日方也开始意识到 来自外部的这种风险挑战 尤其是他的最亲密的盟友 美国会带给他新的一些不确定性 那么在中美之间 如何适当地把握平衡 是他现在所追求的一个 主要的外交上的一个目标 所以我们看到这次 《时光帽》 JPEG20参加多边的峰会 其实日本国内 关注最大的焦点 就是和习主席这次会面 那么从会面的这个消息稿来看 我觉得发出的信息 还是非常积极的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 就是日方说 不赞同脱钩锻炼 我想未来看到特朗普的风险 日方在这方面 我想也会进行一些纠偏 《时光帽》是一个 跟麻生泰拉安倍 他们都很不一样了 他不是那种自民党主流 而且他的以前的 他的老师辈 提携他的人田中角龙 对他的影响事实上也很大 你看他对金国神社的看法 他2002年担任防卫厅长官之后 他就不再去金国神社去参拜 那另外譬如我讲说 这个亚洲的问题 历史的问题 他还提了 他说这个 我们要用诚实的态度来面对他 他显然就是认为 日本在处理这个问题上面 很多地方是不诚实的 所以我认为 他是一个新的一代 有新的看法 而且不要忘了他还曾经 对自民党不满而脱离 后来才再回来 而如果他会用一种 比较宽广的这种心胸 来看待日本跟美国的关系 还有日本跟其他国家的关系 所以我觉得 中国大陆跟日本 是有比较好的机会 可以发展一个比较健康的关系 我们对石破帽 也不能有太多的幻想 因为有这么三条 第一条 2022年底 在安天文军内阁 日本通过了 以内阁决议的方式 通过了国家战略 国家安保三文件 这个是日本的国家战略 石破想改变它 不可能 它只有可能调整 第二 日本国内长期以来 对华的 国民对华的负面认知 90%以上 这个石破帽上来 不会一下扭 扭 所以这个方面 我们要看到 石破它作为一个新首相 特别是它这个上来 不是它的强势上来的 实际上是它党内的平衡上来的 党内的平衡上来的 所以它是受这方面的牵制 还是很大的 所以这个方面 我们看是应该有所准备的 好 于芳兄 我具体性教一个问题 你觉得在特朗普时代 中日关系能够有破绝的机会吗 川普一定会要求日本提高 这样的对美军的 驻守日本的那个贴补 你知道当时2016年 他提出来的时候 他要求日本要提高 四倍的这样的一个 就是80亿美金的这样的贴补 一年 最后虽然没有得逞 可是你就会看出 这次回来 我如果他也会这样做 还有刚刚前面有前辈提到说 他要求日本增加这个关税 他对日本越加的强硬 日本跟中国大陆的关系就会越好 我如果特朗普心中只有单边主义 只有美国之上其他国家 我不必太理你 我也不用跟你有太密切的关系 你们就等着我给命令 你们就接受我的命令 我认为川普是为这个态度 而且这次回来 我认为他比以前会更加不谦虚 因为这次他觉得 我控制了参议院 我们也控制了众议院 所以而且有这么多人支持我 所以我应该把我的理想付出实现 所以我觉得川普会非常强硬 这反而会让很多川普的 美国的传统的朋友们 更愿意跟其他的 他们认为潜在有敌对关系的国家 来改善关系 我日本跟中国大陆 或是南韩跟中国大陆 都有很好的机会改善关系 来掌声谢谢郁芳兄 谢谢 我先回到这 我刚刚看到几位年轻人们 听到林郁芳委员 刚刚最后一句话说 特朗普上台之后 有很多本来的 他的所谓的盟国 反而这个时刻 会开始导向其他的选择 你们认同这样的看法吗 最重要的这位就是你 因为世界上的关系 不是敌人就是朋友 美国走单边主义的道路 他就是逆时代潮流而动 所以你认为说特朗普会促成 包括中日之间中韩关系 彼此关系回到更务实的情况 是的 来 魏东兄请说 并非如此 这个我认为在石破茂 他在竞选的时候讲了一句话 说中国不是威胁 这句话对我震动很大 既然在战略格局上 你判断中国不是威胁 那么中国判断日本也不是威胁 那我们中日关系改善 就有了前提 就有了基础 而且特别是刚才我们现在讨论 就是除了军事对峙以外 外交的这种关系以外 还要考虑经济问题 我前两天也参加了一个世界地板大会 当时日本就是驻上海的总领事参加了 我当时不了解一些情况 经济上面了解的很少 我就问了一个情况 我说日本是个能源或者材料缺少的国家 你来参加这个会干什么呢 他说日本是出口木材的 他说我们日本老龄化 很多的木材拿到中国来加工 然后再回去成为地板 而且我们还有多余的木头 可以向中国出口 我说这就很好 我们各有所居 我们可以进行交换 我说那咱们就可以成为 就是促进中日关系友好的桥梁了 对不对 我说不因为两国其他的一些历史的问题 阻碍我们的乡象而行 所以我发现实际上 就是尽管川普可能要 把这个战略的重心 或者这个军事上的重心 要向亚太义 但他也要考虑自己的发展 他和中国是邻居 所以既然你不认为中国是威胁 那么我们只要就是认为日本 他能够正确地认识历史的问题 那我们也可以积极地推进 就是两国的关系 回到江小熊 江小熊刚刚魏东兄讲的 上海的小故事 让我想到说 是不是其实从这些小故事的出来 还是回到了原点 就是中日之间关系的 这个压仓还是靠经贸 石破茂现在上来 比较推崇的一个人 叫石桥战山 石桥战山是战后 日本最早期的主张 和中国实现邦交正常化的 主张相互依存一个和平主义者 但是他要落实这些想法 我认为困难会非常的多 他也写书说自己 是田中角融 领他走上了从政的道路 但是他要重新回到田中的这个道路上 跟中国推进这种相互依存和合作的关系 在日本还有很大的阻力 所以我觉得对他 既要有一些和安倍的不同的认知的分析 同时也要看到 他实际上也受到非常大的制约 后有哪些独特观察 重新回到的是 刚刚预方特别强调到的 反而特朗普2.0上台之后 会看到整个政治格局 包括地缘政治的重新大洗牌 包括我们的近邻 韩国 日本 却会走向务实跟中国接近的道路 从目前来看的话 未来至少日本和韩国 同时面临特朗普的两大压力 一个是刚才提到的 房屋费用分担的压力 那么未来可能 他现在要负担的费用 要增加好多倍 好几倍 那么另一方面就是来自于 普遍性关税的影响 这个关税对于日韩可能 并不是很大 10%到20% 但是如果对中国 加征60%关税的话 因为中日韩的产业链 其实是一体化的 那么中国对美国 出口的商品当中 其实有很多日韩的企业 都在里头承担了 一定的价值分工 所以未来对中国加征关税 日韩企业也在所难免 必然会受到影响 所以未来 我们最近其实跟日韩学者 开了很多会 尤其在特朗普当选那两天 我们正在和日韩学者开会 他们都不同程度 向我们表达了 非常焦虑的一个情绪 也主动提出中日韩三方 应该来共同应对 特朗普带来的一系列 等一下 这个观察跟之前呢 之前你们跟日本 跟韩国的学者 在开会的时候 他们的反应并不是如此 反而是特朗普上台之后 产生了非常严重的 焦虑的现象 今年其实我已经去过 三趟韩国和两趟日本 跟日韩各种机 它的一些政府 媒体 智库 学者都进行过交流 今年一开始去的时候 我觉得日韩方面 还是压保 主要在拜登身上 觉得特朗普 全土重来的概率不是很大 但是随着现在形势的发展 特朗普越来越明显之后 其实日韩 我感到他们的态度 尤其他们一些学者 政界的一些人士的态度 才逐渐地发生了一个 比较微妙的一个变化 那么到最近 其实态度已经出现了 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转变 好 我们在日本现场 两位嘉宾都有 他们各自的独到补充 首先是张云 我更关心的是 中日关系改善的可持续性 刚才各位嘉宾都说得非常好 就是美国的一个因素 的确很大 不仅是对日本 对韩国 对所有的美国同盟 都有这么一个 促进的关系 但是问题是 如果这些美国的盟友 在和 比如说跟中国改善关系的过程当中 是因为特朗普因素 或者美国因素 一时间的暂时性的导致的 那么这个关系的改善 它的基础是不牢的 也就是说可持续性 是要打一个问号的 如何保持中日关系 本身动能的发展 这个是真正的 要把中日关系搞好的 一个前提条件 第二个就是刚才讲到的 国内的因素 石头帽不仅它的执政基础 比较弱 我们也要看到过去十年 自民党是在右转 转了十年的 右转的自民党 要靠一个石头帽 一下子一两年转过来 是非常难的 所以这两个因素来看的话 我觉得要期待 但是也要有一定的 这个谨慎的态度 中日恢复战略互惠关系 不能只说不做 这一次习近平和石破茂的 在秘鲁的面对面的会谈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也就是说 从根本上一个重大的突破 要尽早取消中国对日本水产品 进口的禁令 那么特别是水产品禁令这方面 石破茂亲自表示 习主席当场答应 要尽快加以落实和推进 所以我认为呢 这一次会谈非常重要的突破点 就是说大家面对最现实的问题 最严峻的或者说最困难的 实际问题 先把它来进行妥善的处理 然后进一步通过加强 多层次高级别对话 和多领域交流 来推进我们说的战略互惠关系 把它落到实处 他还是会考虑美国对他的要求 中日之间呢 在雕鱼岛 存在着领土主权争断 海上化解争断 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至于他来台湾 那是纯粹是比较像是 选举的考量 一虎戏谈争论更精彩 欢迎回到一虎戏谈的现场 我听到几位嘉宾强调自己点说 我们可以对石破茂 他的新冠上任有所期待 但又不能过高的期待 很显然心中还有很大的问号 这个很大的问号就在于 他到底对于两岸之间的关系 他是抱着什么样的看法 在刚刚结束的APEC会议上 石破茂跟台湾的代表 他在会面之后重申说 日本重视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的立场 那么在石破茂论内 在框架内把台湾镶嵌进去 实现安全保障 把美国也拽进来 所谓台湾有势 就是日本有势和日美同盟有势 但是石破茂不是这样 他认为你说台湾有势就是日本有势 那你敢怎么做吗 你就去出兵吗 那难道我们的日本就不会受到打击吗 所以他是用问话的 实际上他对于表示质疑 所以他去我认为他是两个目的 第一是要说明他的立场 只要我们加强这种联系和合作 那中国大陆就不敢怎么怎么样 他这个话也说了 但是另一方面 他也不去重复安倍的话 那么让台湾岛内有些人 也觉得吃不准 再有因为他是做防卫大臣的 他是一个政策通 实际上是通过见蔡英文 赖清德 通过人物的直接接触 摸第一手的情报 第一手的信息 来做出他今后对台海局势的一个研判 所以我认为他执政以后呢 在这个问题上 他肯定是我认为会相对的严谨慎行 但是呢 他还是会在整个的战略大局当中 考虑美国对他的要求 余方兄我具性叫一个问题 台湾媒体看到是破猫当了首相之后都会说 他跟台湾的政治人物频繁的接触 尤其他跟蔡英文包括跟赖清德都有私下接触 所以认为说他上来之后 他会走的路线是抗中挺台 你的观察呢 直破猫我也见过他 他跟我见面的时候 他就第一句话想讲 就是我们日本想要有核子前见 我当时就知道 他想走向最后的日本的国防自助 不要那样子依赖美国 至于他来台湾 他是纯粹是比较像是选举的考量 至于你说他跟台湾的关系说很深 我看过很多日本的政治人物 到台湾来的次数 比这个石破猫还要多很多 跟这个民进党的人 跟这个日本的政治人物的关系 我相信最好的最密切的关系人 是安倍他们那个系统的人 或麻省太郎那个系统的人 绝对不是这个石破猫 你跟石破猫见面过 如果从你的角度来讲 他能够同时兼顾清台 清中清美吗 我如果他试着这样做 他大概认为这些对他 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不要忘了任何日本人 脑袋清楚一点的政治家 都应该晓得嘛 你大陆跟14亿人口的市场 你如何能够放弃 那关系搞坏 你如果向前走 对不对 石破猫这次至少觉得说 他争取到这些水产品 现在可以销到中国大陆去了 因为习近平已经正式答应他了 所以我跟他见面 我的感觉 这个就算很爽朗 我第一次跟他见面 他那时候刚从这个 这个离开大概访问厅长官的身份 他给我见面 马上就讲 日本需要何止潜见 我跟他出位见面 他提的这个问题 其实蛮敏感的问题 美国人到目前为止 唯一给非安格鲁萨 国家潜见的 那个就是澳洲 他绝对不会给日本 可是你看他就敢提出来 所以我觉得他这个还是相当 就是比较开朗 不是属于那种很深层的 那种非常优异的那种 传统的日本的自民党的政治人物 他在APIC期间 一方面跟我们中国的领导人 这个见面 同时他又在私下 跟台北的就是那个代表 林信义代表 对 表示台湾是日本最重要 最亲密的伙伴等等 所以就是说这些 也就是说反映日本国内的情况 相当复杂 比如说他的政务调查会长 就是小野四五点 因为他是防卫族 他们都是防卫大臣 所以他有这么一个体系 可是这个小野四五点 恰恰是岸田文雄内阁 日本第二版国家安全战略的 主要起草的班子的负责人 那么另外呢 在他第二届的石破帽内阁当中 有一个人也值得重视 就叫林沐辛佑 他是八次七次访问台湾 建了所有台湾的所谓上层 积极地主张了安倍里头路线 还对李登辉还有一个祭拜 他现在被提升为法务大臣 这可能也是石破没有办法 所以我觉得对他 既要有一些和安倍的 不同的认知的分析 同时也要看到 他实际上也受到非常大的制约 好 沐宇东 你是军理出身 我们看看石破帽的过去的背景 防卫大臣出身 他曾经说过 他说国防是他一辈子的终身工作 他在上任首相之后 掌握了这么多的资源 有没有可能他未来也会采取军事方面 某所谓的冒进的举动呢 因为我认为他会从另一个方面 就是因为他知道中日之间 在钓鱼岛存在着领土主权争端 海上化解争端 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那么现在石破帽上台以后 这个在军事上 我认为日本在这个问题上 只会是跟随美国而动 不会单独的冒进 也就是说美国会怎么做 比如说提供情报 提供武器装备 那么日本也会跟着做 但他不会作为一个 就是冲锋在前的 美国没做的事情 他去做去 他不会做这样的军事行动 我就觉得这个石破帽 他其实应该是做事情 首先他要考虑到 就是美国会提供给他们的这种 比方说经济上的这些帮助 或者是有些武器上的一些 就是指导什么的 他不可能就是 自己就是先冲在前面 不去跟那个特朗普说 他不是冲动型的政客 对对对 他应该是属于那种比较保守 甚至可以说用个引号 有一点狡猾 但是他也想缓和 我们就是中日的这个关系 你觉得石破帽是想缓和 中日之间关系 对对 他其实是想缓和 但是他不知道怎么样去 正确地去做这个措施 他上面要对着这个特朗普 下面又要对着他自己的国家 然后呢又要我们的那个 就是我们的大中国 就是他其实属于那种 有点尴尬的那种 他心中的苦你都能理解 就是猜测 来 给他热烈掌声一下 亚太北约化 北约的亚太化 其实日本在幕后都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俄国战争爆发以后 实际上日本基本上选择了一边的 日本要继续像北约一样 对乌克兰进行支持 那么他不能提供武器装备 绝对不可能 他绝对不会踩自己的条线 欢迎回到一虎一谈的现场 刚刚江友兄特别提到了 其实我们要观察整个东亚的局面 还包括中日之间 包括中日韩之间的缓和情况如何 还有一大变数 那就是现在还没有解决的 俄乌之间的冲突 俄乌之间冲突发展到 已经突破了1000天以上了 最新的进展是什么呢 乌克兰开始使用了美制的长城飞弹 攻击俄罗斯境内的目标之后 俄罗斯的同普京马上回马枪 就批准了新版的核武使用的准则 在这敏感的时刻 日本外相言乌义 他访问的基辅和乌克兰签署了 交换机密安全情报协议 这是俄乌战士以来 日本外相第一次访问乌克兰 敏感的时刻 关键的动作这说明了什么 这释放什么样的重要讯息 魏东兄的观察请说 特朗普要当上了 拜登在白宫的时间不长了 所以拜登做出了一系列的动作 就是允许乌克兰使用美制的 就是远射程的武器 能够攻击俄罗斯的纵身目标 这个是特朗普 他现在没上台之前 还没法阻止拜登做的 所以我们看到 就当俄乌冲突 如果按照特朗普说的许的愿 就是说我上台几天 就能把这个问题解决 那么这个显然对乌克兰 是非常不利的 因为如果要解决这样的问题 现在战场上没有优势 那你筹码不多 你谈判桌上 那就要吃大亏的 所以我们在现在看到 就是日本的外相 在这个时间 特朗普访问的基辅 实际上是签署了 相关的情报交换的协议 也就是说日本要继续 像北约一样 对乌克兰进行支持 那么它不能提供武器装备 绝对不可能 它绝对不会踩这条线吗 我的意思说 美国的爱国者导弹 绝对不会用在对乌克兰吗 这个是不允许的 所以我说它现在是要把 就是情报这个方面的 就是软实力提供给乌克兰 一个显示自己的立场 还有一个就是为这个俄乌冲突 这个战局进行帮忙 这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 日本在国际上跳得很高 通过七国集团的峰会 通过美西方内部的一些 各种多边的会议 它频繁在国际上制造一种舆论 就是不允许单边改变现状 单方面改变现状 凭借实力改变现状 这种论调 并且炮制了 今天的乌克兰 可能成为明天的东亚 就是把欧洲的这么一个 地缘紧张的局势 和东亚的地缘紧张局势 进行一个挂钩 那么实际上帮助美国 实际上它的全球战略 实现一个大西洋和太平洋的 两洋的一个贯通 所以我们现在说的 亚太北约化 北约的亚太化 其实日本在幕后都发 都是扮演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那么它的主要的目的 还是想要体现自己的 一种大国的地位和影响 另一方面也是想要借机 来突破战后的军事禁区 实现它的这种军事影响力的 向全球范围内的一个拓展 小金雄 从你外交的角度来看 平壤跟莫斯科 现在因为同样的关系 不断地深化 况且两边的军队 都在俄罗斯 在同一个地方 来针对的乌克兰江的对手 我好奇的是 您觉得在石破茂上台之后 它会继续在目前这个情况 来疏远跟莫斯科的关系吗 石破茂是一个防卫族 它对防卫方面的事情 是特别清楚的 它知道怎么去平衡 各方面的这种防卫力量 但是石破茂也有一个缺点 就是石破茂的身段不够软 那么在这个时候 特朗普马上就要执政了 他的防卫大程去 体现他自己大国的地位 体现他的西方大国的重要一员 还有在俄欧战争 在后期的时候 日本要有自己的表现 将来在利益的划分上 它也算是一个筹码 在安倍晋三时代的时候 它很好地做到了和俄罗斯 美国和中国的平衡 到了岸田以后 这个事情就不存在了 俄欧战争爆发以后 实际上日本选择美国一边 叫西方要取得利益 所以这个地方 它是在判断有可能发生巨变的时候 采取的一个行动 这两年围绕俄乌也好 中东的加沙的安全问题 危机也好 然后到最近的半岛台海 其实很大的程度上是 美国的这个同盟体系内部 它有一个信心危机的问题 那么在拜登执政以后 他想要通过这样一种方式 重振他的这个同盟的团结 内部团结 所以他在上任之后 发表了一个战略报告 叫做一体化威慑力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在过去的两三年时间里面 北约好像又复活了 而且增加了新的 北欧的原来的中立国 作为新的成员 在亚太呢以日美同盟为基轴 然后扩展了日美同盟加 那么这种情况呢 它是靠什么呢 一个当然有实际的军事的 这个合作和力量增加 另外很大程度上 也是一种认知战 我把它归结为 现在我们经常讲 叫做经济上脱钩 但是我觉得还有一种倾向是 安全上挂夺论 非常严重 比如说把乌克兰的 这个危机欧洲的安全问题 和亚洲的安全问题挂钩 和台海问题挂钩 和南海问题挂钩 和东海问题挂钩 最近又跟朝鲜半岛的 这个安全问题挂钩 这一种挂钩实际上是 把一个地区的安全问题 上升到一个全球的安全问题 然后通过这种 全球安全问题的 这个集体的这个 威胁认知的塑造 来团结美国的 这么一个同盟体系 我觉得这个是需要 充分地重视和警戒的 我觉得中国不应该要 跟随这种安全挂钩论的言论 和认知走 好 谢谢 江永轩我特别要请教一位 刚刚张云提到关键的 他说在特朗普上来之后 其实美国很多的同盟 现在是非常紧张的 他们的同盟关心 能不能持久下去 这里我想到是11月15号 拜登总统 他最后一次 跟日韩领导人会面 他说算是最后一次 但是我们三边的伙伴关心 将长久地维持下去 特朗普2.0上来之后 这三边的同盟关系 依然会长久维持下去吗 特朗普执政以后 美日韩三边关系 还有其他的一些同盟体系 是不是可以继续得到 维持加强 我认为不只取决于美国 其实我们看到 在美日韩 戴维营 这样一个会议的形成 与其说是美国和日本的作用 不如说是因为韩国 尹熙悦执政 取代了文在寅的路线 韩国是整个变量当中的 一个核心变量 我们可以设想 如果特朗普上来以后 会不会还像原来一样 去见金正恩呢 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 因为文在寅不在了 是不是 只要是韩国仍然是在 尹熙悦未来还有两年 在它执政的期间 它不可能回到 就是特朗普刚刚执政 那个时候的国际格局 同时如果半岛发生新的变局 就是说在尹熙悦之后 它的反对派上台 那么局势又可能变化 半岛之间的北南关系会变 同时这个地区的国际格局 也可能会变化 那么就不可能再像 尹熙悦在的时候 搞的这种尹熙悦 岸田和拜登 这样一种所谓军事上的 合作的铁三角 我想这个美日韩的同盟 还会继续地维持 因为我们必须要面对 现实的这种矛盾 就是历史遗留下来的 各种各样的 包括领土争端 海上滑解争端 包括现在给我们带来的 就是国家之间的冲突的变化 这些问题是无法改变 也不能回避的 但是我们可以 就是思考新的解决的办法 就是由不同的人 不同的策略 来解决相关的问题 就是我们应该相向而行 不能说就遇到这些新的矛盾 新的问题就悲观失望 但是就对美国的战略而言 它一定要加强 美日韩的军事同盟 因为现在它的战略 把这个军事力量部署在亚太 而在亚太 这个日本是基础 这个韩国是支柱 所以离开了这个基础和支柱 美国的亚太战略是没法退行的 因为它不愿意和俄罗斯 和中国这样的大国 直接对撞 所以我觉得下一步 美国一定要拉紧这些 就是它军事盟国 明年特朗普重返白宫 那么世界的格局 日美关系 中日关系 中日美关系 包括日本和美国 积极推进的日美同盟关系 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变化 那么这个变化是必然的 但是我认为我们应该考虑 或者说更应该深思的是 在总体的框架下面 如何让中日关系行稳致远 或者说把中日共同最新确认的 战略互惠关系 能够落实到实处 2025年是不是最好的时机 中日领导人互放 我认为明年上一半年 实现的可能性不大 为什么呢 有7月的日本参院的选举 那能待着吗 还要看参院选举 对吧 那么关于中日两国的 公众性合作呢 我认为现在呢 其实还有石破茂 他现在还没有意识到的问题 两个 一个呢 怎么样能巩固 他能够推进 和中国关系的可持续改善 同时呢 又不在国内遇到太大的阻力 第二个 怎么样加强功能合作 我觉得 从未来看 除了这个中日的首脑 户房 这个 户房以外 今后呢 中日之间 还可以在两个部分 加强功能性合作 第一个 防灾 减灾 救灾 现在这个气候变化呀 造成了世界各国的 这个灾害 灾难 贫生 而石破茂上了以后 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 他决定日本要成立一个叫 防灾厅 2026年要实现建立一个 防灾省 要投入预算 要解决国内的这些基础设施 这些安全问题 我们中国不需要吗 对不对 所以在防灾减灾 救灾 是可以加强的 这个合作的 也是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 有助于建立互信 第二个 就是呢 最近我们也发现 日本几乎每天 都有恶性的事件爆发 那么中日两国 要加强互信 只是口头说 或者说我的诉求 你要实现 不一定这样 就是需要呢 有一种合作的 这样一种思路 要加强呢 我们在重大的 比如说国事活动 例如 互防 公安要合作 互防 这个领导人的安全 是非常重要 是基本的前提 如果没有这样的合作 根本没有所谓的 互信的建立 就不给人推进 所谓的互防了 对 刚才刘老师讲到了一个 对等 外交对等的问题 公安合作的问题 我在英国的时候 就是我们国家领导人 访问英国的时候 我给他们提了个问题 凭什么你给美国的领导人 就配防弹车 不给我们国家的领导人 配防弹车 这不是歧视吗 他说不是 他说你们国家领导人 访问英国 坐着敞篷车都安全 没人打他 说美国那个 你不让我给他 配防弹车 我也得给他配上 那好多人要打他 所以这个不对等的 他说不是我们 有意造成的 所以我就说 中国还是朋友变天下的 首先解释这一点 那么中日的关系 实际上 尽管有一些障碍 有些矛盾 我们还是能够克服的 其实我认为 明年开始 中日之间 还是有很大的机会来实现一个 高层的首脑的互访的 因为明年 日本是中日韩合作的主席国 那么明年比较早的时间 我想会在日本 举个中日韩领导人会 那么我们的李强总理 会去日本参会 那么此后如果 自民党 石破冒帅 自民党能在参议院选举中 获胜的话 我想下半年 石破冒访华 是一个顺理成章的事情 那么照此推演的话 那么我们习近平主席 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 也是一个顺水推舟的一个 好 这是你的期待 我们在日本现场 张云 2025年明年 期待中日之间的互访 是不是春奶花开 彼此关系的最好的见证 我想期待是最好的一个结果 但是我个人认为 因为国事访问 中国最高领导人 对日本的国事访问 这不是一个小事情 因为现在提出的定位是 契合新时代要求的 可持续的 这个稳定的和建设性的 这种关系 那么以前已经有 四个政治文件了 如果中国最高领导人 进行对日本的国事访问 应该要搞一个 第五份政治文件 那么这个准备是需要时间的 我个人比较倾向于 2027年 中日邦交正常化 55周年的时候 当时也是中国第21大 中共让21大召开的时间 这个时间点可能是比较合适的 你是认为说2027年 但无论这就要迟迟慢慢地等 但是很显然的 在2025年 特朗普2.0政策的上任 对中日关系 也迎来一个新的契机 到底明年此时 中日关系会不会穿暖花开 让我们拭目以待 等待的同时就靠石破帽 它这个石头是不是石感当 有没有勇气来扛下 所有来自新的美国白宫 所给东京带的压力 不仅仅要有勇气证明 它是一个石感当的石头 况且它对中日关系 有没有创意 有没有智慧建立彼此 迈向一个大破大律新的格局 如果能够做到这样的前提 才能够让中日之间的关系 是春暖花开 迎接彼此 真的互相落实 长期战略互惠 让彼此分享昌盛繁荣 最美好的果实 感谢格力电器 对百来木得大利支持下周见 其实石破帽 它最大的几个既是强项 也是它的弱点 第一个 它不是自民党的主流派 它一直受到安倍派的打压 所以它党内根基不生 所以它也希望寻找突破 来积累自己的政绩 那么另外 它也没有像安倍和特朗普 接着为您播出 五两夜十系直通车 中国改善关系 对于开创新的局面 是有积极意义的 继续 在摩新的局面 再做